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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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GM-158B以及C型飞弹 无疑是满足这些要求的理想选择 那么 这些可能抵达台湾的AGM-158飞弹 究竟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特点呢 首先 其卓越的突防能力 使得它能够在复杂的电子环境中准确命中目标 其次 AGM-158飞弹拥有较长的射程 能够在远距离上对敌方舰队构成威胁 此外 该飞弹还具备高精度制导系统 能够确保对目标的精确打击 最后 AGM-158飞弹能够与F-16B战机完美兼容 使得台湾空军能够充分发挥其作战效能 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了解一下 这些可能抵达台湾的导弹 到底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地方呢 在军事领域 每一次的技术突破都令人瞩目 2018年4月 美国空军采取了一次史无前例的行动 他们利用B-EB轰炸机 一次性发射了49枚AGM-158A导弹 这时这款导弹 自2009年服役以来首次在实战中亮相 想要一亏这款导弹的威力 或许只能从它的首个实战目标 叙利亚那里找到答案 AGM-158 被赋予联合防区外攻击导弹的称谓 也可称作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 这款导弹的基础型 最大射程可达320公里 其学航段采用惯性制导 与GPS辅助相结合的方式 确保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 依然能够准确命中目标 而在末端制导阶段 它则依靠红外热成乡技术 即使在夜间或割裂的天气条件下 也能锁定并摧毁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AGM-158 在设计中大量采用了隐身技术 赋予了它昼夜全天后的作战能力 这款导弹的重量约为一吨 长度达到4.2米 相较于战斧导弹 它更为轻便且紧凑 这种设计使得AGM-158的发射平台 选择更为多样 无论是B-1B-2 还是B-52这样的战略轰炸机 都能轻松携带 同时像F-15EF-16FA-18EF 和F-35这样的战斗机 也都能发射体积更小的AGM-158C型号 甚至可以直接装入F-22的内置弹舱 当谈到F-22这款隐形战斗机时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它本身已经具备了强大的隐身能力 而一旦拥有了发射AGM-158空地隐身学航导弹的能力 F-22的打击范围将得到显著扩展 至少扩大两倍之多 再回到AGM-158A这款导弹 其单枚造价约为80万美元 由一级火箭发动机和战斗部组成 其中战斗部可根据任务需求 携带450公斤的穿甲弹头 或110公斤的高爆炸药 AGM-158A型的射程更是超过了370公里 如果将其用作空射反舰导弹 那么它将拥有明显的射程优势 尽管它是以亚音速飞行 但AGM-158A纳流线型的外形设计 使得它本身就具备一定的隐身性能 这一特点无疑增强了导弹 在末端的突发能力 使得它能够在关键时刻 给予敌人致命一击 在军事技术的前沿 增程版AGM-158B 以其卓越的性能令人瞩目 这款导弹的最大射程超过1000公里 其能力几乎可与著名的战斧导弹相媲美 拥有AGM-158B 美国的空中打击平台 对已在不侵入他国防空系统覆盖范围的情况下 实施精准打击 而相比之下 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S-400防空导弹系统 即使在使用40N-6远程导弹的情况下 其覆盖范围也仅限于半径400公里的区域 这一对比凸显了AGM-158B 在远程打击能力上的显著优势 AGM-158B不仅具有增程的显著特点 更是一种功能多样的空箭导弹 在反箭导弹领域 美国一直以其卓越的技术和战术应用 无数一致 通过空击平台发射反箭导弹 美国不仅充分发挥了机动性和效率 还实现了导弹的多功能用途 使其在执行任务时更加灵活和多样 AGM-158B作为一款隐身导弹 其隐形能力尤为出色 这种能力使得导弹能够充分规避雷达系统的侦查 大大提高了其生存能力和打击效果 更令人欣慰的是 这款导弹的单位价格并不算高 使得美国能够大量采购和装备 此前美国一口气订购了100枚AGM-158B 订单总价为1.168亿美元 加上各种附加费用后 单枚价格约为100万美元 与战斧导弹相比 这个价格无疑非常具有竞争力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这仅仅是美军的采购价格 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 美系装备的销售价格往往会有所不同 官方给出的AGM-158B单枚指导价为135万美元 但在实际交易中 这一价格很可能会上浮50%甚至更多 值得一提的是AGM-158B并非最终版本 从2009年开始到2015年定型 洛克希德·马丁公司在这款导弹的基础上 经过6年的研发 推出了性能更为出色的AGM-158C 这是一款专门用于远程反舰打击的导弹 其射程和打击能力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AGM-158C的研制成功 无意为美国海军的远程打击能力增添了新的力气 使其在海上作战中更具优势 进入21世纪后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各国超音速反舰导弹的性能都实现了显著的飞运 尤其是舰船的防空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这一背景下 美军传统的ATM-84鱼叉导弹 逐渐暴露出其局陷阱 虽然鱼叉导弹在过去层立下赫赫战功 但其设计理念远于上世纪70年代 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 无论是射程还是末端突防能力 都以难以满足现代反舰作战的需求 面对这一挑战 美国海军曾一度既往于将BGM-109战斧导弹 作为反舰导弹的主力 然而 战斧导弹虽然以其远程打击能力著称 但其射击初衷是对地打击 对于海面舰艇的突防能力相对较弱 因此 尽管战斧导弹在射程上占据优势 但在反舰作战中 却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AGM-158C导弹应远而生 自2018年 作为反舰武器服役以来 AGM-158C迅速展现出其强大的实力 不仅否定了战斧导弹 作为反舰武器的观点 更有望在未来 完全取代鱼叉导弹 成为美军下一代反舰主武器 AGM-158C导弹的单枚造价达到390万美元 权重1.1吨 与AGM-158B相似 它采用火箭发动机作为动力 弹头重约450千克 尽管由于搭载了必要的反舰装备 其实际射程降低到了556公里至1000公里之间 但这一射程 仍然远超世界各国现役的绝大多数反舰导弹 在作战过程中 AGM-158C导弹展现出高度的智能化和灵活性 在发射后 它会利用卫星信号或惯性中断制导 进行高空飞行 以躲避敌方雷达的探测 进入中断后 导弹会利用其被动式传感器搜寻目标 并降低飞行高度 以接近海面 在末端阶段 导弹会进行越海飞行 以最小的雷达反射面逼近目标 并利用先进的AI识别系统 对目标进行精确识别 在探讨远程武器时 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普遍现象 它们往往以卓越的飞行距离为代价 牺牲了部分速度 AGM-158C正是这类武器的典型代表 其最大飞行速度 仅为0.95马赫 全程保持着亚音速飞行 那么 这样的速度 是否意味着它 容易被敌方锁定和拦截呢 实际上 AGM-158C的独特之处 在于其作战机制 与防御规避能力的巧妙结合 这款导弹并非依赖主动搜寻雷达 来锁定目标 因此在整个飞行过程中 它都不会主动发射电子信号 大大降低了 被敌方雷达探测到的风险 再加上其精心设计的隐身弹体 更是进一步增强了 其在复杂电子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不仅如此 AGM-158C在攻击目标时 往往采取多枚导弹协同作战的策略 其中一枚导弹通过自带的数据链 将指令传递给其他导弹 确保它们能够有序 高效的攻击目标 这种智能化的作战方式 使得AGM-158C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反舰导弹 虽然它的飞行速度较慢 但要想成功拦截它 却并非易事 除了对海上目标的强大打击能力外 AGM-158C还具备精确的地面打击能力 在末端飞行阶段 它利用红外探测器精确锁定地面目标 成为一款具有异形防区外远程 空对地联合打击能力的弹药 这一特性使得AGM-158C的试用范围更加广泛 满足了不同战场环境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 AGM-158C的通用性也非常强 美国所有的四代机和五代机 以及大部分轰炸机和海军的FA-18E战斗机 都可以携带这款导弹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 美国海军甚至将P-8A反潜机和MK-41导弹垂直发射系统整合了AGM-158C 进一步展示了其强大的打击通用性 鉴于AGM-158C的出色性能和广泛的试用性 目前已有多个国家对其表现出了强烈的购买意愿 日本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加坡等国都 纷纷表达了购买意向 希望能够引进这款先进的导弹系统来提升自己的国防实力 最后让我们回到台湾与美军之间的那份价值约5.47亿美元的合约 这份合约总计金额为172亿2181万2900元 已在11月13日生效 并预计于2032年11月30日完成履约 考虑到这份合约的规模和持续时间 以及AGM-158系列导弹的优异性能 我们有理由猜测 这份合约中很可能包含了AGM-158C或AGM-158B 这两个型号中的至少一种 如果以美军采购价为基础进行估算 这份合约的弹药数量可能接近100枚AGM-158C或300枚AGM-158B那么 最终这份为期9年的弹药合同将包含哪个型号的AGM-158导弹呢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进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team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攀宇哥 처估论区时 唱片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